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VUE3的视频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感谢一下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V4循环一个数组 是这样 咱们在这个页面开发的时候 循环数组是很容易的吗 其实咱们这数组的内容值得商榷 一般来说 咱们数组内容不会保存在页面端 而是动态的从服务器端取得 比如说显示一个员工的列表 对吧 显示一个最新的新闻 那么咱们需要用到API的函数 从服务器端拿到数据之后 才会进入循环 对吧 是这样 我今天给您演示 并没有采用这种阿贾克斯 这种一步调用 从服务器取出具的逻辑 而是在咱们页面当中 实际设上了一个固定的数组 然后把它循环出来 但是咱们大家注意 咱们在实际开发的时候 其实咱们循环的内容 95%以上都是从服务器端获得 这个请您注意 好 那咱们开始吧 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就这么一个使用for 循环一个数组 该怎么做 马上进入代码部分 代码其实真的不是很难 咱们先看下面 这个地方是应用程序的一个类 或者说一个对象 我里面提供了一个数据访问的部分 在这数据里面提供了两个元素 一个是是否可见 一个是to do list 我要做什么 这to do list 大家请看就是一个数组 对吧 这里面有一个简单的json对象 或者说js对象 里面只有一个值 文本表示的 我是吃饭 是睡觉 还是打游戏 我就做这三件事 对吧 OK 今天咱们就用for循环 来循环这个数组 看看该怎么用 然后我这个应用程序的app 会通过下面的方式 绑定到咱们整个程序中的 这个id的div上去 好不好 这样的话 整个页面就能够动起来 然后在咱们页面显示的部分 我这声明了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 有一个onclick事件 动态的改变 咱们send值 就是这个布尔值 动态改变它 动态取返 好不好 当点击一下 它就会动态改变 再点击 它又会动态改变 对吧 然后咱们下面看 这个地方是咱们一个列表 这个是html5的内容 在这列表当中 咱们要循环这个列表向 对吧 在这个地方 今天的主人公出现 我会用到v4循环 循环这个to do 这个属性 这个数据 对吧 这是一个数组 循环 我印 我要取到它其中的某一个值 然后把它叫做to do对象 这地方咱可以随便翘 我叫to do也行 叫item也行 叫什么都无所谓 这个值是变量值 对吧 然后如果我要叫to do的话 我在这个ri的里面 会打印出这个对象的 点text属性 就是这个属性 对吧 这个属性对应了什么 对应了知识 吃饭 睡觉 打游戏 对不对 OK 这个地方我还定义一个vif 来表示 咱可以用这个按钮 来控制 是否显示 咱们这个列表向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马上运行 看结果 我说挺多 其实运行起来就这么几行代码 几行逻辑 你马上就能看明白 马上开始 放到我的index当中 存盘 然后我在本地已经打开 咱们f5刷新 今天是第七课 这个位置 我点击 请看 我选择这个html 这是刚刚咱们建的html 对吧 点击之后 大家请看 这有个今天的预定 今天预定是什么 大家请看 我这个syn默认给的是false 所以说 下面什么都没有显示 对吧 咱们看一下这页面的内容 body里面 大家请看 打不打开 大家请看 什么都没有吗 对吧 OL里面什么都没有 什么什么 什么我设的是不可见 当我点击今天预定的时候 大家注意看 这个Doom数的变化 多了三个RM 对吧 同时呢 画面中出现了 今天预定 第一要吃饭 第二要睡觉 第三还要打游戏 这是今天要干的三件事 要干这三件事 就是三件事 再点击又消失 再点击又回来 对吧 咱们动态的通过V4 来循环咱们的图图数组 然后呢 在画面上的进行显示 非常的方便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 分享的所有的内容了 代码的内容也很简单 您呢 在本地跑一下 马上就能够看到结果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内容了 我给您简单的讲解一下 VUE三中 4循环的大概的使用方法 其实在二中的使用方法 也是一样哦 OK 今天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兴趣朋友呢 下载您在本地 也跑一跑吧 OK 今天的视频呢 大概就是这么多了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 点赞并转发给您的朋友吧 好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